被打黑还有没有可能在与折塔奥特曼中出场呢 折塔已经播出了不少了 相信奥迷魂也是一击不落的追到现在 虽然说主要的反派局务从第一集的结尾就出场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除了用他自己的小罐子照点玩具召唤点怪兽 然后再整两个小迷魅跟班也没给大家整什么好活 找来的两个美女还有两个外星人 这长相也难尽啊 可以说这个折塔奥特曼只定反派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在最新的绿酒机中 从队员手中抢来的三个奥帅徽章之后 在这路上了智障般的笑容 然后竟然一路小跑 一溜的也太没有排面了吧 死了一次元空间哪去了呢 半路上遇见了金骨桥 刚刚抢来的奥帅徽章就被截胡了 奥帅徽章这一路上被截胡了三次 先是被研究所门口的金骨截胡 然后被金骨桥截胡 最后再被折塔给抢走 真是历经风险啊 总之 反派迷魂的信息到现在脱落的非常少 还是让人摸不到头脑 大家还记得第一集中出现的贝勒亚碎片吗 第一集中 一幕就是因为触碰到了贝勒亚的碎片之后 才完成了黑化 从正常的研究员变成了沙雕研究员 但是这个碎片也只是被他用来生产玩具用了 也没有更多的亮点 和更多与贝勒亚的联系 但是一幕的黑化绝对和贝勒亚有关系 那么幕后黑手难道是已经吸引很久的贝老黑吗 我感觉还是不太可能 总不能又把贝老黑拉出来编尸吧 贝勒亚已经被他的儿子 宇宙大孝子杰德给彻底的消灭了 而且贝老黑已经威胁过宇宙很多次 一次一次的被消灭 而且贝勒亚的死对头是赛罗和杰德 贝勒亚中有杰德的出现 贝勒亚再出现的话 也只能作为召唤出来的傀儡小怪和杰德打一打了 难道又要被大孝子打死一次吗 好了 大家希望贝勒亚再次出现在贝勒亚碎片中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